5月15日据媒体报道,因涉嫌吸毒而被拘留的南洋乳业创始人的外孙女黄河纳的首次公审被推迟。 据水源地方法院透露,原定于今天上午10点进行的黄河纳公审被推迟到6月5日。 黄河纳方面在昨日申请了变更期限,裁判部接受并对日期做出了调整,黄河纳涉嫌多次购买及吸食毒品,在4月12日被移送检查机关。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